必须坚持团结和民族两大主题 这是人民政协性质的几种体现 也是人民政协特点和优势所在 政治上加强团结 发扬民族才有坚实的基础 发扬广泛的民族 政治上的团结才会更加巩固 人民政协要致力于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大团结 践行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 通过协商广泛凝聚共识的真民族 凝聚共识既是巩固团结的前提 也是发扬民族的目标 是连结团结和民族的桥梁纽带 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 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 融入到视察考察 调查研究 协商议政等各项活动中 反映到检验政协履职成效的评价标准中 形势越复杂 任务越艰巨 人民政协越要担负其发扬民族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责任 多做春风话语 解疑失货的工作 多股团结奋斗 共促发展的干劲 广泛汇聚 同兴共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